塔利班在半夜突襲撼大哈機場後 阿芳提升保安境界 事件造成最少37人暢身,35人受傷 罪令阿政府軍同伴軍在霍姆斯達成平火後 平民和反政府武裝坐巴士離開 在約旦河西岸希伯倫的一個勵行安全檢查站 一名巴勒斯坦人因為用刀刺傷一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而被以軍開槍擊斃 俄羅斯國防部公佈的視頻顯示 俄羅斯空軍加緊向伊斯蘭國目標發動空襲 俄羅斯向法國贈送一頭幼犬 以表揚在法國巴黎郊區聖丹尼斯 發生恐怖襲擊期間死亡的警犬茶友 俄羅斯國防部公佈